先生是宜蘭人 由國主管的官長如宏上秋頭 再向尚真保存台灣文憲 有大公路的結束文憲中 在中人面上都是滿身的歡喜 我們是一點一滴的在地方看 做一些事情的 那麼我今天我非常感謝 我們台灣的建管 給我們選擇的重要 那麼今後 我想我跟林茂先生一樣的 還是繼續的會付出 其實就是為台灣民憲 貢獻的微博就不一樣 由國主管台灣文憲官所主辦的 第四次結出台灣文憲中 以及100年都將來出版社會 今天在中興新傳的台灣文憲官 基本簡單領領的頒獎電禮 每一個項目都是在中人年來 真正用心保存台灣文憲 以及專社立書的領域心血 讓這中人的公用 是見到十幾名貴 希望能夠就是說 喚起大家對台灣 歷史文憲的一個重視 然後不管是民間也好 或是所謂私人團體也好 或是個人也好 都能夠在台灣文憲的 這整個方面的一個整理研究 出版點藏 這方面都能夠有所貢獻 鼓勵他們來投入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這個黨說是台灣文憲保存 以及提供的最高業務中項 結出台灣文憲中 雖然規模不大 但意義確實非常重大 對出國師官長如風雄 以及台灣文憲官長中方民 也特別強調 他們會繼續來提供這個項 也希望鼓勵更多的人材 當然到致台灣文憲 歷史保存的重要工作 我想這個是意義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史基本上是 國家歷史的重要一部分 所以整個歷史的研究跟推廣 其實需要非常多的默默耕耘的人 值得我們去稱喜讚揚 也希望將來繼續有很多的人 投入這個歷史研究裡面 把台灣的精神更能發揚起來 那因為也陷於這個所謂經費的因素 所以說可能這個現在的獎項 可能跟以前的 可能在名額上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然後來爭取一些預算 能夠讓這個獎項 能夠繼續的能夠重辦下去 這次一百年都將來出版 切勤當中 拿鐵書衣也要去主張經費所出版的 建中總是藝術這本書 代表南道館來得獎 也證明了南道鄉親 重視在地文憲的紀錄鋼造 得獎項固定 記者見分散 採訪報道